大家好,我是老韩,欢迎收看本期的老韩说谷 今天我们是依旧来分析一下大盘 以及揭秘一下龙骨榜数据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认真地听完 当然了,还是按照老惯例 新朋友加关注不迷路 老朋友点赞以此鼓励 还有大家要结合的文章来看这个视频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至少说从今天来看 大盘在3100点上方只跌了 是不是,前面两天连续夏天今天只跌了 而且是坚守这个3100点 是不是,那么从这个整个我的这个K线形态上 包括我这个指标来看的话 大盘目前来看,依旧是没有什么大风险的 是不是,这是上证指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 那么创业板指昨天把这个2000点给跌漏了 那么前面也给跌漏了 一根大沿线收回来 那么呢,昨天又给跌漏了 但今天又收回来了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说啊,目前整体来说的话 大盘包括整个指数 目前呢都是问题不大 包括创业板指你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啊,短期内 那么就是创业板指2000点 包括商政指数3100点的这个强制成和有效得失 是要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龙股榜数据方面 那么龙股榜数据方面 今天的题材股 大家也知道 那么医药股在这个减肥药的带动下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涨停潮 那么其他的像这些工业啊 互联啊 工业母基啊 新型工业化啊 以及这些新能源呢 今天也有跟着走强 但是整体上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从龙股榜数据上来看 资金 那么主要做多的 像这个军达股份呢 它属于BC电池的 再就是翠微 属于商业百货的 还有再就是医药 是不是 资金主要流入的 这个做多的 那么资金今天出逃的呢 出逃的我们看到 像什么军口股份啊 华东数控啊 还有这个华城啊 三联啊 这个很明显 都属于这个 关于机器人啊 工业这个母基 工业互联相关的 这个资金 实在有在出逃 那么主体的 今天这个龙股榜数据上 我们今天主要来说说 这个医药的相关的 这些个股 因为毕竟今天医药 出现了涨停潮 是不是 那么我们要重点去分享 那么对于药股 我们知道 首先 关于这个得展健康 毫无疑问 它是属于 这个 减肥药的 减肥药的 当天我们看到的 做多的是两家国军的 都是上海的 一个上海 一个是宜昌的 两家国军的 在主导做多 资金呢 也是出现这个 净流入 目前来看 还算是可以的 是不是 那么再就是 长山药业 20厘米的 那么今天呢 那么做多的 我们看到是 华新的两家 是不是 华新邦的两家 有 但整体的说 林波的 还有江苏的 是吧 北京的 还有上海的 这些 在做多 资金呢 也是小幅的 净流入 这个 当然这个是 长山药业 我们再来看看 双路药业 那么双路药业呢 当天我们看到的是 像这个 天丰深圳啊 华新上海啊 是吧 华新上海 当然是这个 量化基金 包括这个 还有另外广发上海 还有国原上海 三家上海游资 是吧 在这里做多 但是我们看到 外资 它是 是不是 小买 大卖 在这坐替出逃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 包括还有机构 也有在这里出逃 至于双路药业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另外的 这个 博越医药啊 博越医药 它也属于这个 减肥药 刚才的双路 都是减肥药 那么同样的 双路药业资金 今天出现一个 大幅的这个 净流出 那么为什么流出呢 首先是两家机构 出逃 再加上外资 今天卖了啊 将近1.29亿 它买呢 才买了 大概1.18个亿 是不是 整体来说 还是在坐替出逃的 是不是 这也是外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康元药业 那么康元药业 同样的啊 它虽然涨停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 像 这个外资 首先我们看外资 外资买了 7566万 但它呢 同样的卖了 1.02个亿 是不是 也就是小买 大卖 都在出逃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 像康元药业 包括博瑞医药 还有双路药业 这几个上榜的这个 都是外资 都是在什么呀 低息 高抛 是不是 这种坐替 从而催生了 今天医药部的 这个涨停潮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明天 今天涨停 明天 那么这些机构 包括这些 外资啊 它手里有这些筹码 明天会不会再砸呢 会不会再进一个低息高抛 或者说 直接就是 冲高回落 直接就高抛了呢 这个也是要引起 大家一个重视的 对于医药股 因为明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嘛 那资金会不会 是吧 大比的是 持股过节 这个也是要值得大家 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至少说对于医药股方面啊 因为今天 它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涨停潮 我们要保持一个谨慎一点 好吧 当然其他的这些热点 包括像 新型工业化呀 包括工业母亲 会不会 今天因为它分化了嘛 包括华为 华为也是分化的 它会不会再转移制 这个也是要引起大家的 重视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们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打一个888 让我们一起 发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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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